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內地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半日都是個別發展 上證綜合指數半日收補3206點 跌了5點 滬芯300指數收補3670點 升了16點 至於恆子方面最新升了286點 25786點 升幅超過1% 國企指數方面升147.10362點 升幅超過1% 期指方面升250點 25767點 大市成交是412億多 今個環節請來Pierre和我們聊聊天 Pierre你好 這一節先說大市 見到昨日的市彈過8點上來 今早上升幅挺顯著 秋高200多點上去10天和20天線 這兩天市表現都不錯 今個星期可不可以挑戰2萬6000這些位置呢 見到今天當然看到市是越升越有的 趨勢的價格都是到現在為止 也是近乎最高的位置去收五間 但是主要都是因為收到最近這兩天 有些北水流回香港 流入一些主要的藍籌股 匯控等等 也是因為昨晚方面 外圍的科技方面是做好 也都令到今天回來的科網板塊 通訊等等也是升上來 加上說今天 今天的中央方面是要做一個逆回購的 雖然說是沒有一個這麼靜的資金流入 但是釋放了訊息出來 例如說在市場方面 貨幣政策方面是稍微沒有那麼緊 當然說這件事是市場也有解讀到 不是說未必那麼快 是叫貨幣寬鬆的政策是完了 但是這件事其實是在資金層面方面 對港股或者內地股市方面 都是有一個利好的作用在這裏 其實港股方面 今天暫時站在十天線上 正式升穿25600點 就是之前講過一個短期的阻力位 暫時升上來這個點的時候 我覺得都不要說 投資者都不要說特別抱得太過樂觀著 因為始終說這個升浪 暫時都是一兩天的事 不是一個 還沒見到一個很確定的一個大的trend 你說如果是真的這個位的話 暫時都是看回 我覺得是會有機會是 即急升浪完之後 有機會是稍微做一個小小的調整 暫時的目標都是以25600點 阻近這個位徘徊的 試看得比較保守一點點 我們又看看券商股的表現 看到很多間的券商 都出了最新的營運數據 我們看到表現最好的就是光大證券 上個月的淨利潤 按月增長超過兩倍 排第二就是華泰 上個月的業績 按月都有增長八成六 國泰軍安中信證券 和廣發證券 上個月的業績 增幅都是3成9到6成半 不過有些券商股 上個月的業績 都不太交到功課 就是招商證券和海通 招商證券上個月的淨利潤 按月倒退1成1的海通 上個月的業績倒退 大概百分之0.8左右 為什麼表現會這麼參差 以及今次這些營運數據 有反映到什麼呢 其實內地的券商股方面 其實業務分佈是非常不同的 當然說今天升得比較多 或者營運數據比較漂亮 當然是說主要業務 是做股票經濟業務方面 佔比率比較高一點的 內地券商股 首先看看最近內地的成交金額 其實曾經在6月份 是跌到去低 差不多近乎去 4、5、6月的時候 是有個低點去到3,300多億左右 其實之前見到這個trend 每一個浪是下市再低一個浪 但其實見到最近一個數字 即6月份的最新一個數字 其實是最低的成交金額 大概是去到3,900億左右 其實這件事也是見到 可能內地方面 成交金額其實已經是 A股方面的成交金額 已經去3,000多億是見底的 加上另一方面 其實國內方面 國內的券商股也有其他另類的收入 主要是說兩融方面的一個收入 說是融資交易和融券交易等等 這個數字也是見到 今天做得好一點的華太或光大等等 它的數字是反彈得比較明顯一點 加上國內方面 政策面方面也有利好券商板塊 說之前中央也要推翻加快審批IPO的進度 改善現失湖的現象 這件事也是令到內地方面 券商股的投行板塊方面 預期來說是有一個 帶來正面的因素在 加上說之前債券的市場調整 其實是暫時來看 債券的價格其實都回落了很多 債息都升了很多上來 說很多這些券商股 是有一個叫自營的投資的一個收入在 之前說這個債券調整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當然是令到他們的投資方面 的trading security方面 錄得挺大的一個損失 見到現在的債券價格暫時來說 調整是稍為完結了 暫時沒有調整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這方面令到他們在業績方面 投資方面的收益是改善了在這裡 加上另外一些利好因素在這裡 A股方面是遲些會 即明年是會勒入這個MXCI指數 有預期亦都有些資金 新的資金去流入 即大概170多億的美金流入 預期這一方面 也是對於券商股方面 這個辦法是有些少提振的作用在這裡 加上說另外一個政策令影響 養老金入市和這個指數方面 有一個增加這個衍生工具在這裡 亦都是令到券商股方面 受這個政策面的影響 帶動到他們今天股價稍為企穩 又說之前他們券商股的股價 都是完全跑輸恆生指數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券商股有機會已經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如果考慮買入的話 我會建議華泰政策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為什麼在說呢 就是它裡面的債券投資的額度 其實是不算是特別高的 加上說它的股票方面 經濟的業務市場 是在這個整個版法 是相對地比較高一點的 加上說這個兩融的交易 這個業務也是做得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我會認為華泰方面 在這麼多個券商裡面 我會選擇這個 做一個推薦的 好啊 見到可能券商股有些政策支持 或者是融資融券方面的收入 都有一個支持在那裡 除了券商股出了營運數據之外 還有出了營運數據 就是手機設備股 信譽科技 公司公佈了六月份 手機鏡頭出貨量 按年增長六成一 車載鏡頭出貨量 按年增長五成二 投資者似乎都滿意這份營運數據 見到股價 今天都可以升到大約百分之二 七十一個一毫半這些水平 接下來 那些產品的出貨量 情況又是怎樣呢 會不會有更加強勁的增長呢 信譽光學方面 其實信譽科技 一向都是比較看好一點的 首先講的是 一個big picture 方面去看 中國方面的智能電話 全副方面 也都是去到尾聲 而國內的手機銷售 仍然都是持有增長在這裏 加上Oppo 或者信譽的主要客戶 Oppo、華為等等 市佔率也有望上升 加上雙鏡頭的普及化 令整體的平均銷售價格上升了 加上信譽方面 其實它主要的收入來源 即是說這個模組的銷售 它這方面其實是一個上升 主要受到國內的手機方面 銷售是繼續上升 加上它裡面的 本身信譽光學 本身有些比較高科技 高門藍一些的技術 即是說3D sensing 和5倍的光學面膠等等 這些也是信譽方面的其中一個優勢 加上信譽方面 其實它在車載鏡頭方面 亦是做得不錯的 它是這個行業裡的一個龍頭 與其說未來 汽車方面 其實很多汽車都需要 至少要增加一個 拍攝鏡頭或者一個鏡頭 這方面對於信譽方面 絕對是有一個利好的因素 所以其實信譽光學 暫時來看 即是今天都升少少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都可以 看價位去分斷去買進去 好啊 謝謝P.A.這麼詳細的分析 先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自由 沒有自由 謝謝P.A.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